這次安裝的項目這台車啊 全上 旅圈卡鉗 空力套件 可能還會去貼模 我們先看一下現在有多原廠的樣子 來看一下 然後旅圈也是原裝的 現在看一下都原廠 側裙也沒改過 來看一下後面 這隻尾翼不太行 因為這隻尾翼已經變形了 我不知道鏡頭拍的拍不出 它已經有點波浪了 不然是已經烤好氣的 那包含當然它還有 它還有一隻探圈的下巴可以安裝 這隻探圈 探圈的下巴 然後它有尾翼啊 側裙啊 車門浪板啊 這個 前保定封衣啊 中間這邊的 沒關係我們就 鏡頭帶大家參觀一下吧 看這台車改好 你讓大家看一下 OK就這樣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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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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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光銅色 喔電光銅是不是 這個顏色蠻漂亮的 好像跟呂圈蠻搭的看一下 唉唷可以喔 好 全部換掉 全部換掉 OK 你不覺得這個顏色很大喔 好 又到了楊哥講評的時間啦 我們今天現場看到這台車喔 哇 從台完全原廠的 前期的IS 從購得之後的中古車 買到我們手上之後 經過車主細心的改造 呈現出我們今天完整的樣子 我們來替大家一一介紹一下 順便讓其他有想要購入中古車的朋友 他們可以去比較一下 是買舊款改新款 划算還是直接去買新款 因為這個車購得價格並沒有破百萬 它有足夠的預算去做充足的改裝 從舊款改成新款之後的樣子 搭上全車精裝 其實完全不出新款的外觀 那我們就來先細細來介紹這一次 所做的所有的改裝 這個車頭是舊款的車頭移植的方式 去改成新款18年F-SPORT的樣式 這個封刀的造型 這也是外部黏貼的 加上一個專用的碳纖維前下巴 這樣感覺起來 會有三條線的呼應 霸氣增加不少 在這支寶桿做這樣的搭配 以釘封印來講 算是目前設定最漂亮 最有質感的設定 仿材都轉向這新款的樣子 那雷達功能 包含噴水頭 它全部都是正常 自行燈也做了一個彩色貼模的部分 這一次的屋頂 用烤漆的方式來做一個亮面的屋頂 類似玻璃頂的感覺 黑化之後白色會放大 黑色會縮小 視覺上面來講 比較跑格比較強硬 這個雪窗是 王上都買得到的 是一個屬於ABS射出水轉印 仿碳纖維樣式的一個後雪窗 好我們現在來到車尾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這支尾翼 其實它有點類似GT 有點誇張 但是看起來滿有質感的 蝙蝠尾翼 最大的特色是它有兩隻腳 外開 而且這支尾翼這麼大隻 裝在車上 它既然不用打螺絲 它直接黏貼 所以非常穩固 你開這個都測試過了 開到一兩百都不會有問題 其實真正的秘密 是它是鎖在下面這支尾翼上 特別獨立研發的中空尾翼 所以這兩支尾翼 組合在一起黏貼車上 可以承受非常大的下壓力 後保的部分 則是選擇整支 直接更換的RC樣式 左右兩邊特殊造型 可以一眼認出有RC350的這爪 包含了後中整個造型 看起來就像RCF一樣 戰鬥力爆表 然後我們再看後下巴 其實中間這一節 是另外 另外我們家推出的 為了這個RCF的後保感 再推出一個下導流 可以另外選配的 加購的部分 那車主也很用心喔 再去把排氣管再重新換成了 蝎子管 碳纖維的蝎子管 搭配了全車骨銅的這個拉線 後面的屁股喔 其實 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好右眼喔 後輪的卡鉗是台灣品牌 PLAYGRAM的這個卡鉗 卡鉗是小六 配上35的盤面 這個鍛造旅圈呢 台灣的品牌喔 ATMOS的這家牌子 這個鍛造圈呢是19吋 J速的是10J 再配上了刷髮絲 戴上古銅的這個顏色 其實質感非常的好 車站的貼線也是做了這鼓銅的金線 一路這樣延續 配合碳纖維的到前面的這個葉子板 這樣整體其實運動感非常的足夠 而且這個小寬體喔 其實在這個葉子板的部分 是用黏貼的 也不用在車上鎖任何的螺絲 可以裝也可以不裝 跟這個側群都沒有相關係 互相拆換的 那前輪的部分呢 也是19吋喔 9階的鍛造鋁圈 真的配的恰到好處 那台灣現在目前的站立啊 定做站立都非常的強 都還有掏空的設計 這個是客製化的 精緻度喔 其實不在話下 去搜尋一下這家公司 那卡鉗的部分呢 小八火塞 盤面呢是380 基本已經塞到緊繃了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的鍵器喔 大概不到1公分了 就碰到了 後照鏡的是一個碳圈圓駁殼 其實很多客戶會問喔 有交換件跟駁殼的這個 碳圈圓後照鏡 最大的差異是 碳圈圓是包在塑膠殼上面的話 其實太陽曬久了是會長泡泡的 這邊應該有蠻多人就都有這種經驗喔 駁殼用黏貼的 是唯一能夠解決 長泡泡問題的方式 也不用交換 也不會長泡泡 這個其實這種做法是最好的 會有很多觀眾認為說 啊一台好好Lessers 幹嘛裝大尾翼 這個前面這個太黑啊 烤漆啊幹嘛幹嘛 其實啊 每一樣東西 跟我們的車主喔 細細研究過 欸前面的這個寬體葉子板 是用烤漆板的咧 還是不要裝 還是要碳纖維的 其實每一樣東西喔 我們都只對我們的車主做交代 希望大家能夠去欣賞 而不是去批評喔 說這個東西 口味適不適合你 適不適合你 其實我們在乎的是客戶 那這一集呢 我們就謝謝大家館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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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今天這台車改裝到這邊喔 整個細節都慢慢細細的講給大家聽之後喔 下一台到底是誰呢 登 哇看看這台 下一代的RX4.5代 綁烏爾斯的全車寬體套件 大家期待一下喔 我們下一集見